刘亦菲自曝曾遇渣男,难怪王子聪都表示他真的很不容易。 作为新一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嘉宾,刘亦菲不仅完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,还将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使的奖项拿回了家。 本以为白玉兰奖结束后,他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,不料观众再次在直播间看到了他。 这次参加人数较少,除了主持人,另外就是编剧和刘亦菲了,期间大部分都是编剧和主持人在讲话。 不同寻常的是,其实平时参加直播活动的时候,刘亦菲不到自己发言的时候大多都是沉默的,而这次却很积极,许多观众表示他不会是喝酒了吧。 其实在白玉兰奖的时候,就有观众察觉到了他的异常。 当然,刘亦菲是否喝酒作为观众反映不知情,但他却在这次直播间说了许多平时都不太可能说的话。 首先,他透露,玫瑰的故事是编剧看到了他出演的《梦华录》才找到了他,中间进行了许多次的交涉,他都没有直接同意。 刘亦菲表示,自己接戏的习惯是,一定要看到完整的剧本才会考虑是否接这部戏。 而最后,《玫瑰的故事完整版》的剧本放在他面前后,他看了好几遍,被黄亦菲的独立、自由的人格打动,才决定接这部戏。 由此可见,刘亦菲能够凭借这部剧《演艺李历上在天上黄亦梅》的名字,跟自己对于剧本和角色的慎重挑选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。 提到黄亦菲的极端感情,许多观众会将初恋《中国洞》和《前夫哥》方协文定义为渣男,但刘亦菲只言不这么认为。 她认为,他们只是选择不同,仍在不同的成长背景和身份影响之下,形成的性格各方面不一样,导致与人相处的方式也不一样。 而刘亦菲之所以如此笃定,是因为她遇到过真正的渣男。 这方话语一出,瞬间在网上引起渲染大波。 有网友表示,这样的爵士美女都会遇到渣男,忽然对自己的经历释怀了,同时也引起了大众对于这位渣男的猜测。 许多人怀疑可能是韩国男演员宋承宪。 出道多年,刘亦菲唯一对外公开过的男朋友就是宋承宪。 网传,男方已经见了家长,可是不久之后,这段感情就结束了,再也没有人提起过。 对此,许多网友将过十方,归结到男方。 毕竟,韩国的重男轻女现象非常严重,女性社会地位低,结了婚的女性社会地位更低,还要被婆家约束。 宋承宪成长在Z这样的环境下,耳濡目染自然也会有大男子主义的脾气,或许还会要求刘亦菲到韩国生活。 刘亦菲从小跟妈妈到了美国,15岁回国发展,也成长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里,自然无法接受。 同样,还有人将渣男的帽子给了陈金飞。 熟悉刘亦菲的人都知道,她早期演艺之路的成功跟这位官爹脱不开关系,而她是刘亦菲妈妈的世交好友。 15岁的刘亦菲已经出落得亭亭欲力,而且自带一种仙气,再加上有强硬的背景加持,得天独厚的演艺天分和外星条件,所以迅速走轰。 同时,也引来了巨大的争议,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造谣她是变性人的事件。 当时,不满18岁的她只能独自站在舞台上解释,以及被造谣扬州兽马的事。 18岁之后,已经在电视剧圈小友成绩的刘亦菲,却忽然将全部工作重心转向了电影,开始转战电影圈。 有人说她是想转战好莱坞,可是演了好几部好莱坞电影都没有什么水花之后,刘亦菲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依旧一直在电影圈打转,从来没有演过任何电视剧。 随着多部电影铺接,刘亦菲演集功底不足等争议开始流传。 可即便这样,她依旧没有继续演电视剧的意思。 对此,许多观众猜错了,大概她就是想拍电影了,毕竟许多演员的最终梦想都是做电影咖。 可惜大家猜错了,根据业内人士透露,刘亦菲并不是不想拍电视剧,而是被排挤了。 没办法只能演电影。 另外,许多观众都知道,刘亦菲早期拍戏的时候都是妈妈陪在身边,理由是年纪太小,但网传刘妈妈娇女很严格。 持续演电影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跟陈金飞的臣服有没有关系,观众不得而知。 反正,当她再次出现在电视剧里,一副气定神贤的样子,观众确定从前的刘亦菲回来了。 之后,她果然凭借孟华路再次被观众熟知。 如果说早期的刘亦菲自带仙气,又有一种少女的灵动,那么这时的她身上多了许多岁月沉淀后的稳定。 中间到底机密了什么,或许只有王思聪曾经的一句话可以证明。 她说刘亦菲很不容易,当然,多余的话她没有再说,行业间的秘密作为顶级富二代的她也不能多说。 刘亦菲可以演电视剧后只参演了四部,难言摘笔录,因为那二的原因目前暂时无法播出,而其他三部全部爆火。 去有风的日子,虽然热度比起《梦花路》《玫瑰》的故事稍微逊色,但是它带动了云南旅游业的发展。 其中,关于浮躁的环境社会下,人们的心理需求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思考、探究意义。 当然,这三部作品都给人一些生命的启发和灵魂的感悟。 《梦花路》告诉人们,做想做的事业,去有风的地方告诉人们,去想去的地方。 《玫瑰》的故事告诉人们,去爱想爱的人。 刘亦菲在许多剧本里选择了这三个,也是从本心出发,在她看来演戏如同作人。 在电视剧《玫瑰》的故事专访中,林依竟然在神仙姐姐刘亦菲面前紧张到结结巴巴, 以至于林依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懊恼,两天没有睡觉,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保证不会一毒乱灰。 突然发现,林依特别的可爱,真实有些地气,将自己的懊恼毫无保留地展示。 不装也不端,高高在上的明星代名词似乎与她无关,偶像包袱在她这里似乎从未存在。 林依187厘米的身高,117厘米的大长腿,用何炯的画脚,我脖子一下却是林依的腿。 加上开挂的高颜值,这注定她要走上星途之路。 而在出道以来的她,也确实除了18岁时未选上你好就时光的男主之外,几乎无望不利。 近日,林依不仅饰演了爆火电视剧《玫瑰的故事》中的《河西机场》, 与佟大为、林更新等知名男星合作,更是与男演员心中的神仙姐姐刘亦菲合作了一把。 而且,令人羡慕的是,开拍第一场就是吻戏,也怪不得林弟弟在后来的专访中紧张到无语论次。 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。 除此之外,她又出演了一部甜宠剧和一部生活剧,可谓多管其下,为自己积攒了一大波观众粉。 甜宠剧《别对我动心》中,林依饰演霸总顾勋,她和周燕饰演的女主可谓俊男两侣,CP感十足。 本不被看好的小甜剧,因此让她密封翻盘,登上收拾绿宝座。 有一句话说得好,要想突破自己,就要尝试不同的领域,林依自然也懂得其中的道理。 于是,她又在生活剧《谢谢你温暖我》中小事牛刀。 在剧中,她饰演了患上见动众的林拓,一个温暖、善良、懂事,为所有人着想,却忽略自己的大男孩。 林依在媒体上这样感慨,饰演了这么多角色里,与林拓的相处,使她感到最难开始的一次。 但林拓却教会了她一个道理,珍惜当下,珍惜每一个幸福的瞬间。 是呀,林拓给林依带来生活的思考,林依也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思考。 2019年,林依凭借电视剧《置我们暖暖的小时光》,获得第26届华顶奖,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奖提名, 星光大赏,年度青春大事艺人奖等多个想象。 从此,林依一夜成名,偏约综艺不断。 还参加了浙江卫视爆火的节目《奔跑吧》《黄河篇》《第二季》等等。 林依的演艺之路似乎越走越顺遂,前途一片光明。 但我们都不是人民币,林依也不是,不可能做到人人都喜欢。 借鉴地围绕林依的长相和演技引发的争议层出不穷。 有人说林依是花皮男,全靠大长腿和一张脸撑着。 也有人质疑她的演知,甚至嘲讽到大鼻子强性,离开刘海就无法存在的虚假帅哥。 一时间,关于林依的争议甚嚣唇上,可她的事业发展却势如破竹。 各种综艺,各种广告,各种电视剧,分支她来。 而究其原因,似乎努力,真诚是她的必杀技。 林依用自己的真诚努力获得了粉丝的认可, 而粉丝也用他们的热情和喜爱加以回报。 一句话说得好,世界上天才和白痴各占1%, 剩下99%都是普通人,明星自然也不例外, 也不是天字心选手,那么努力成长便成了出路。 显然,林依生安辞到,用熟悉的演艺领域来磨练演技, 用不熟悉的演艺领域向上突破。 就像她说的一样,我希望我的优势是演技,而不是一直不变的颜值。 是呀,外表或许是一块敲门砖,但开了门之后, 吸引人的却是一颗有实力的心, 因为实力会让对你的高颜值锦上添花, 让你整个人闪闪发光,熠熠生辉。 对面来说的,我们再来说是一颗有实力的心,